点击置顶评论 下载北美省钱快报APP 10月是定邮轮旅行的最佳时间 来一场关大千世界 平眉金百态的旅行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我们又想乘风破浪 又想在邮轮上躺玩 网上邮轮网站千千万 到底怎么看 选哪个 签证怎么办 今天的视频都帮大家总结好了 视频开始前 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了 邮轮旅行之选择邮轮和航线 1.对比达人适用 邮轮旅行搜索 Cruise Critic 邮轮官网之间的比价 是一个十分耗费精力的活 而这个网站为大家提供了四种搜索思路 选择邮轮 选择航线 有了具体邮轮搜索三观信息 精确选择旅行 总而言之 Cruise Critic 所以怎么搜索都可以 总有一种适合你 成功让多个邮轮官网来回查看的烦恼消失 2.选择困难政府 1.航线选择 Cruise Compete Cruise Compete是一个在认真比较的网站 首页经常推送贵驾旅行的打折信息 大于4天的旅行可以直接在Cruise Compete上搜索各大邮轮公司所发布的航行计划 超级省市 短途旅行的话可以直接在嘉年华官网预定 嘉年华的短期旅行性价比都很高 并且船多 路线也多 3.懒人选择法 选择邮轮 US News US News的搜索设计非常用户友好 首页上的目的递加邮轮经过简单的搜索后会出现相应的结果 这些选项的使用是排除法设计 如价格区间 旅客类型 出发防口等 能够帮助大家在不断的选择中排除掉不适合的航线 进去目标 US News很适合大家作为选择邮轮旅行的第一步 可以让新手更快地度过选择困难期 4.如何get最佳选择 邮轮选舱 Cruise the light 这个网站的功能主要是让大家了解 邮轮上视野最好 整体最佳 或性价比最高的房间是哪些 给首次参加邮轮旅行的小伙伴一些新手指南 帮助大家更好地度过旅行时光 之前想得想预定Carnival Magic号邮轮上的海景客舱 就查询了一下 看到1238和1240左弦 以及1241和1243右弦有员工区 员工忙碌时会听见噪音 对大家的休息有影响 所以在选择时就避开这些房间 旅行中获得了完美睡眠 5.学生福利 海上学府 Smesser at Sea 今不惊喜意不意外 竟然还有项目可以边读书边游玩 Smesser at Sea 海上学府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游轮项目 基本算是学生福利了 申请人以本科生为主 项目属于游学性质 需付费 航行3-4个月 穿行4大洲的10-12个目的地 优势是各国停留的时间长 游轮旅行之签证 不管是陆地 游轮 还是乘坐飞机旅行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只要有旅行的地方 就会遇到各种五花八门的签证问题 下面小编来帮大家梳理一下 看看签证都需要准备什么 1.官方必备 美国游轮航行海关政策 一般游轮航线分为两种 一种是闭环航线 即出发地和结出地是同一国家境内 或者上船下船都是一个城市 航线为环境 一种是非闭环航线 即出发点和结出点不在一国或城市 路线为直线 所以这两种路线的文件准备是不同的 直线和闭环航线终点 假如在美国境内 基本所需准备的材料是一致的 除了多次停留加勒比海海岛的情况 其他只需要准备正常有效的美国护照 或有效期大于6个月的I94文件 加美国签证即可 直线航线终点假如不在美国境内 那么可能就需要大家准备目的地的签证了 2.欧洲出行 欧洲深耕国家签证 如果大家准备进行的是欧洲多国游 那么你深耕的国家 需是此次旅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目的地国家 如果行程中各国停留天数一样 那么应该以首入国家为申办签证国 深耕的国一定要申请多次入境签证 3.签证小tips 如何增加过签率 游轮旅行之省钱预定 在美地 Cruise是一种旅行好方式 它已经成为很多美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假如你是初次了解 可能会怀疑大家都那么有钱吗 但其实费用合理 而且还有一些省钱计划可以参考 每年10月份 整个Cruise行业会有一个全年最大的促销 如果有想扣票的小伙伴 多看看之前提到的Cruise Critic网站 把握住时机 计划一下自己的邮轮假日 邮轮在开船前的前一个月通常会有大清仓 如一些航线的行程不再忘记 售出去的票不多 开船前就会有个跳水价诱惑大家购买 适合时间灵活能够说走就走的朋友 比如学生党和自由职业的小伙伴们 好了 小编整理的邮轮出行必备信息就收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之后拥有一个美好的邮轮之旅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会有更多有趣实用的内容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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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